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 不是为自己 与自己名闻立扬 编度战胖 是为了帮助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祝福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 借引他们到极乐世界来 在极乐世界 做一个最适合修行成就的一个道场 欢迎他们来呀 不需要太高的条件 很简单这个条件 你真的是善男子善觉 也就是你能把十善业道做到了 你相信这个法门 你愿意往生 他就来接应 幸运迟迟迷 你看多简单 可是我们不要忘掉 重要的一个条件 不要俗获了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介绍的 不可以少善跟福德应远 得生别苦 这句话重要 你有性有愿有行 最后你不能往生 你说佛骗了我 佛没骗你 佛讲得很清楚 你少善跟福德应远 你就不能去 去的人家多善跟了 善跟是什么 善跟是幸运 你真心 切运 这是善跟了 否则是否则真干了 我真的把十善业道 落实了 因为那个地方 借使 主上善人聚会一处 善的标准就是善业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黏舌 不欺于 不悟苦 不贪 不沉 不吃 这个条件 做到几分之几就行了 这十个条件 做圆满成佛 我们能做到 百分之一就行了 就有把握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十月 不能不休 随便怎么个修法 我讲的很多 落实弟子规 落实感应篇 就是修十善业道 因为十善业道 它只提出一个纲领 它没细数 那么感应篇 跟这个地子规 就是他的戏目 这十条是总纲 你把这两样东西做到的 地子规做到的 十善业做到的 你就是主上善人了 虽然是个小善 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先佛光 诸照你 佛光一照 就把你这个小善 变成大善 提升 这个是佛力加持 佛力加持 是相对的 你有多少 它加多少 我们修的多 它加的就多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